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给大家朗诵散文 谁是最可爱的人 在朝鲜的每一天 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 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 在放纵奔流着 我想把一切事情 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 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 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 重要经历 这就是 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也许 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 你说的 就是那些兵吗 他们看来 是很平凡 很简单的嘞 既看不出 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 又看不出 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 可是 我要说 这是由于 他跟我们的战士 接触太少 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 他们的品质 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 他们的意志 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 他们的气质 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 他们的胸怀 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他们的质量 他们是历史上 世界上 第一流的战士 第一流的人 他们是世界上 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 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皇 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和骄傲 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其道殿皇zovion 列长 Texas 我以尽与伸典 典岛 猿盖相 该支手经 张旧凶行 唐列安 华 孤山 三 mayor 泡소 三 腓 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 朋友 你是否意识到 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你也许很惊讶地看着我 这是很平常的呀 还是从朝鲜归来的人 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 请你们意识到 这是一种幸福吧 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 你才能更深刻了解 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朋友 你已经知道了 爱我们的祖国 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 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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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的意识到 请不吝点赞